您好,欢迎您步入MAT学院的包头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包头网站程序的部署 其主要内容包括部署的原因,包头框架支持的部署框架 常见网站项目基本目录结构,网站部署的基本实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包头这个框架需要部署的原因 它的基本原因是,让函数运行的服务器是单进程的服务器 一般我们用它来支持进行开发调试 为了提高服务器的并发处理能力,我们需要进行部署 那么提高服务器的并发处理能力主要方法有 使用多线程的部署方法,使用多进程的部署方法 以及运用一部框架来进行部署 包头这个外部框架支持的部署框架很多 我们可以参看包头的参考文档 在参考文档里面,给我们注出了包头所支持的这些框架 我们可以看到包头所能够部署的这些框架 有多线程的框架,还有多进程的框架,以及一部框架 那么这么多框架对包头来说都是自动进行支持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网站项目的基本目录结构 一般来说常见的网站项目,它都有基本的目录结构的 其目录结构如图 首先有一个Static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存放一些静态文件 主要包括图片文件,样式表文件 JS代码文件,那么这些精彩文件呢 我们又把这三类分在不同的文件夹下 即RMG或者是Images都可以 然后是CSS,JS这两个文件夹 那么第二个呢,主文件夹是Templates 这个文件夹下面放的是HTML模板文件 也就是我们在上节课讲的 用来渲染HTML代码的这些模板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一个项目主程序文件 对于一个简单的基本的web网站 呼吸程序,它可能呢 写在一个文件里面就已经够了 所以我们这里面是列出了一个manage.py 也就是项目主程序文件 但是对于一个复杂的web网站项目 可能呢,它需要数据库支持 此时呢,我们会将数据库的相关内容 在这个地方呢,网站的根目入里面 新建一个文件夹,就是DB 在DB里面我们放一些其他的 与数据库相关的操作 这些数据库操作的程序 都放在DB这个文件夹当中 那么当然呢,有的复杂的web项目里面 还包含其他的一些功能模块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根据情况 自主的建立一些项目文件夹 然后呢,在里面放一些 Python的基本模块 供项目主程序文件来进行调用 但是呢,最简单,最基础的结构就是这个结构 那么这是常见网站项目的基本目录结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站部署的实例 这里我们列出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用Vetress来部署这个 包图这个框架所编制的项目程序 第二个是用Tornado这个一部的网络程序 来部署 包图这个框架所编写的外部服务器程序 用这两种框架来进行部署的话都很简单 就是在Run函数中添加Servo这个关键的参数 并且呢,在Servo这个关键的参数中 给出它的值为Vetress和Tornado这个名称即可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在部署这个网站的时候 会将动态的网站作为后端的部署 在前端放置一个EngineX作为后台部署的板架在里 那么它的部署方法,键图 那么在这个图中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在客户端,它所来的HTP请求当中 有很多呢,是动态请求 也有一些呢,是静态请求 静态请求呢,就是我们讲的图片 CS文件和CSS文件等 那么对于静态请求 我们用EngineX来提供服务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呢,把它分发到动态请求的这个后台进程里面去 因此呢,我们在EngineX这个服务器里面 我们配置使用动态请求的时候 将它分发到后台进程或者是后台线程 那么这个后台进程或者是后台线程呢 我们可以启动多个 那么供EngineX来进行分配 那么静态的请求呢 我们直接还是用EngineX来提供服务即可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如何进行部署 如果你选择使用某一个框架来进行网站部署 首先呢,要安装这个框架 安装框架的方法呢,很简单 首先我们打开开始菜单 用管理员方式来运行命令提示服 在命令提示服下,我们输入Pype Install 比如我们用Vetress这个框架来进行部署 首先我们就要安装Vetress 回测以后,我们看到它会下载进行安装 但是这里面呢,我已经提前安装好了Vetress这个框架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提示已经安装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进行部署 在部署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建立一个网站的主程序 这个网站主程序呢,我们用原来先建的这个框架程序 将它另存一份 比如我们将它保存为manage.py 然后修改它 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作为后端来进行部署的 所以我们可以将后端的这个框架改为8088 而不能用80 80这个框架由NGX来使用 在后端呢,我们用8088这个框架 接着我们修改这个默认的URL 它所返回的内容 这个返回内容呢 我们使用template这个模板文件夹下面的index.html 首先导入模板住手函数template 然后修改return后面返回的为template 由于这个文件它的位置在template这个文件夹下面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这个文件名的指定方法 应该是带有相对路径的 在index这个模板文件中 我们没有进行变量替换 只是呢,使用了两张图片 一张图片呢,是tist.jpg 还有一张呢,是tt.jf 用来测试 使用NGX来为这个图片请求提供服务的 那么我们建立了static这个文件夹 在stic文件夹中建立了三个子文件夹 css,img和js 然后呢,在img中我们放入了这两个文件 一个是tist.jpg 一个是t.jf 这两个文件 这样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网站的主程序 保存所有的程序文件 首先,我们将网站服务器的后台进行起来 由于我们要作为后台进行部署 所以在run函数中添加 server wated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命令提示符中运行这个程序文件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bottle这个服务器启动呢 时候提供了一个startup usewated server 也就是我们部署的框架 实际上呢,已经换成了wated server 而不是bottle的这个运行框架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如何用nginx来作为反向代理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nginx 这个文件呢,我们已经下载过了 保存在当前这个目录当中 并且呢,解压在nginx这个文件夹中 在这个文件夹中 我们在部署的时候呢 就直接来修改nginx这个文件夹中的 config文件夹下面的nginx.config 作为后端 我们首先呢 要在这个http这个节点下面 增加第35到38行 那么这个第35到38行 就是指明nginx它所代理的后端内容 那么这个后端呢 我们由于只启动了一个8088这个端口 并且呢,这个服务器是在本地上的 所以我们使用了localhost的冒号8088 然后呢,我们在server这个节点当中 我们写入 propecy plus http my server 这个my server这个名称 要对应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后端 my server 然后呢,我们将静态文件 映射到指定的位置 一个是图片文件 包括gpg类型 gpeg类型 png和gf类型 修改这里的文件路径为 e盘dotosrt 也就是当前的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下面呢,这个是对jess文件 静态请求进行影射 同样呢,我们也要将这个路径进行修改 啊,修改为 e盘dotosrt degis.js 那么,充电样式表 这个静态文件请求 我们也要进行修改 修改完以后 保存这个ngx的配置文件 再启动一个命令提示符窗口 进入ngx目录 运行ngx的命令 所以我们使用一个-t 参数 首先呢,检测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是否有问题 那么这里面的提示 is successful 那表示呢,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启动ngx 这样呢,ngx就已经启动完成了 下面我们打开浏览器 测试这个网站程序 可以看到在这个网站程序启动以后 界面的主要内容 就是项目部署测试主页 那么这个呢,是两幅图片呢 就是静态的文件请求 那么静态文件请求已经达到目的了 动态的文件请求呢 也已经达到目的了 那么就说明我们的这个部署是成功的 基本情况下,采用这种部署方式时 用于处理动态内容的后端服务程序 我们会建立多个 此时,我们会在ngx的config文件中 增加后端服务程序 比如我们另一个后端服务程序 在8081端口 还可以建立更多的这样的后端服务程序 8082端口 那么这样呢 当ngx收到更多的后端请求时 它会将后端请求 分别指派到不同的后端服务程序 以减轻各个后端服务程序的压力 此时,我们需要修改项目处程序 用来处理启动的时候的端口 此时,我们可以导入 调整库当中的sys库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端口的变量 它默认为8088 如果用户在启动这个程序时 给定参数 也就是这个端口 那么它就会以 给定的端口进行启动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处理 就给这里的破坏 可使用为变量 或者是对应的值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比如我们现在需要 以8081端口启动另外一个后端 此时,我们可以首先进入这个程序目录 然后运行manage.py 我们给它一个8081这个端口 可以看到这个服务器运行在了8081端口 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后端服务器需要启动 这个时候我们再启动一个命令提示符 同样我们要进入这个所在的目录 然后再运行一个进程 也就是8082端口进程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共运行了三个这样的后端服务器进程 那么当ngx收到客户端大量请求的时候 它会将不同的请求按照一定的标准 分别分配给这三个处理后端 以提高服务器的服务性能 如果我们希望使用Ternado这个框架时 我们可以将提供的这个关键子参数Sover进行修改 修改为Ternado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此时我们在这个重启的服务器上可以看到 它已经重新启动 而且运行的是和Ternado这个服务器的后端 它是一个逆步的框架 而对于ngx的这个配置是不需要修改的 那么虽然这个后端改变了 今天的作业是 请你在你的计算机上安装用于部署的框架 如果你使用Vetit 你就可以先安装它 使用Ternado 那么你就先安装Ternado就可以了 第二步 尝试用ngx来部署你的网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